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抗拒的小零食 炸薯条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薯条 不管是趁热还是凉了,都是非常酥脆的 我准备了三个土豆 先清洗干净,去皮 再切成手指粗细的宽条 土豆我们最好选择黄心的 这样的土豆做熟了以后会比较干面,起砂 炸薯条也会更加的酥脆 把切好的土豆条放入清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再放入开水锅中 保持中火,焯水三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倒出来沥水 最好再用厨房用纸 擦干土豆表面的水分 再放入盆中 撒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再把它剥匀 让土豆调的每一面都薄薄的 粘上一层淀粉就可以 把多余的去掉 锅中的植物油达到五六成热的时候 下入土豆条 刚入锅的时候不要马上就翻动 炸至一分钟左右 土豆表面定型 我们再用筷子适当地搅动一下 一直保持中小火慢慢地炸 炸大约两分钟 薯条已经定型 然后捞出来 放到一旁 一定要把土豆条放至温热了以后 再进行第二次的复炸 再炸两分钟左右 薯条已经完全上色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在这道炸薯条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土豆焯水的时候 一定不要焯的时间过长 不然的话 土豆非常容易碎 第二点 土豆一定要放至温热了以后 再进行第二次的复炸 这就是家庭版炸薯条酥脆的关键 三个土豆就可以做满满的 一大盘薯条 全家人都喜欢 你也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